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袁先生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 在癌症裡面 肝癌 現在的比例上患的人都比較多 但是一般來說 患有肝癌的病人 通常都很遲才發現到 才診斷出來找醫生 還有肝癌的死亡率都很高 因為發現得太遲 為什麼會這麼遲才被人發現到肝癌 去到尾期 肝癌呢 因為肝癌通常屬於沉默的器官 因為它沒有什麼痛的神經線 所以肝癌呢 很多時候功能可能只剩下30%功能 身體表面上好像正常運作 所以它是很痛苦的 你剩下30%功能 70%功能沒有了 壞了 它仍然可以表面上 沒有什麼出現問題 所以到你真的一出現問題 已經過了那個臨界點 那就糟糕了 所以這是一種沉默的器官 所以很重要 我們要早些發現 早些去動衰 會不會有肝癌的跡象 有肝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就是看看有沒有肝癌的家族遺傳的歷史 還有是瘀酒 有些是喝酒喝得很厲害 經常常常常常喝酒的人 這些屬於一種肝癌的高危群 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去早些發現 動出可能有肝癌的警訊 就是我們身體發出的叫做三分 三個地方發癌癌 還有兩個部位的痛 這個也是有機會 是因為肝的問題而出現的 那哪三個癌呢 第一就是皮膚癌 皮膚癌 那為什麼呢 肝癌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是一種新陳代謝 還有排毒解毒的功能 那就是說 在肝癌的排毒功能 出現下降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量的毒素 還有垃圾呢 長期在身體裡面聚聚了 即是沒有辦法 或者及時排出體外的 那這種毒素呢 就很容易呢 就令到皮膚下面聚聚在 就會令到皮膚發出痕癌的 OK 那當然呢 有些人說 我皮膚癌癌可能是過敏而已 是 但是呢 其實呢 為什麼你過敏呢 都有機會是因為肝癌的 那個器官出現病變 所以呢 有時候呢 有些人特別容易敏感的人 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要處理身體的器官呢 可能都是肝癌 是 因為肝癌如果排毒排得好的 那你就不會聚聚在身體 是不是 那就是不會有這些敏感的反應 那好了 那我身體裡面呢 就會有些叫膽紅素 是肝癌病變的時候出現膽紅素的 那這種的膽紅素呢 如果不斷地增加呢 就會刺激皮膚表面呢 是出現皮膚痕癌的 那這個膽紅素呢 當然了 驗去驗到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驗尿都驗到的 那就是 那個尿的膽紅素呢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膽的 就是肝膽的指標來的 這個第一個跡象 第二個跡象呢 就是眼乾癌和發癌 就是眼又乾又癌又癌的 那在平時的沒有什麼異常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眼突然之間 被太陽曬一曬 說流眼水冷得很厲害的 或者經常呢 就有那個 就是有痕癌啊 有乾癌的時候呢 就很可能呢 是說自己乾氣不足的 那乾氣不足呢 中國人喜歡所謂的 乾開竅於目 那所以 就是有表裡關係的 那所以由眼睛的狀態呢 可以反映乾那個狀態的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呢 頸部前後的痕癌 很有趣的啊 是頸部前後的痕癌 不是曾經所說的 全身性的痕癌 那當然呢 皮膚過敏和皮膚乾燥的問題來的 那但是呢 這種這樣的排除 就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是一般皮膚的敏感乾燥的話呢 而出現那個頸部前後 前面出現的痕癌呢 這個也都可能身體當中的 因為有腫瘤壓迫著膽管 而然後呢 導致身體裡面呢 大量的膽汁呢 是聚積了 是排泄不暢的 那就會引起頸部前後的痕癌的 OK 那如果這個前部痕癌呢 還有一些發現呢 很多皺紋啊 還有一些發黑的 黑黑的色素呢 那這種呢 是更加呢 是跟那個可能呢 是肝臟的毒素引發的 OK 那這三樣地方痕 OK 簡單來說 眼痕啊 皮膚痕啊 以及頸部的痕 好了 那跟著呢 還有兩種痛症 OK 那大家知道呢 肝臟在腹部的右上側 那就是我們 將腹部分開四角 那就是 上下左右這樣 那我們的肝臟呢 就在我們的腹部的右上側 在我們的腹部下面 腹部背後 就是我們摸到的 胸部的腹部那裏 那如果當我們的右上腹呢 雖然有非常明顯的痛 那這個就證明呢 肝那個器官呢 已經受到損傷的 那因為呢 記住 肝臟本身是沒有神經沒哨的 的器官來的 所以呢 它是不容易感到痛的 但當肝臟器官出現腫痛的時候呢 就是說呢 它已經出現到中晚期了 那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肝的包膜上面呢 是有很多豐富的神經線 那這些包著肝的膜呢 是拉扯的時候呢 才引起痛的 那這個呢 就是說呢 你的肝可能發炎 那漲大的情況呢 已經相當嚴重的 那你才會發現肝也會痛 那大部分時間呢 它不會出現的 好了 那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肩肩痛了 OK 那肩部肌肉的痛呢 那當然呢 很多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 那個體力勞動 就是勞損了它 或者是長期糾坐 不動不正確的坐姿呢 引起這些肌肉的勞損的 那通常休息幾天都OK的 那如果我們發現呢 那個肩部肌肉的腫痛持續到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減輕到呢 反而呢 是有嚴重的趨勢呢 那用止痛膏呢 都好像都舒緩不到的 那這個呢 就應該呢 是要開始檢查一下 肝臟這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呢 那剛才所說的症狀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普遍的 那五十幾天 那很多人都會有這些症狀 那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那些這樣的情況呢 就算是五十幾天好 那你通常做一些物理治療 做一些中醫的治療 用那些同理療法 或者基本的做法呢 你會發現呢 它會舒緩的嘛 OK 但是你發現呢 所有這些治療呢 是完全都舒緩不到呢 那這個就是其實是一種反射的 肝的反射痛 那所以呢 那個留意的地方呢 是應該去處理 就是要看一下肝的情況是怎樣的 好了 那當然啦 我們要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要積極去預防 還有那個治療 這些所謂病毒性的肝炎 這些很多的 香港都比較很多的 就是中國都有很多這些肝炎 就是甲乙丙啊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如果在這方面的小心預防呢 會減低患肝癌的風險 那盡量避免呢 就不要用 不要去輸血 就是不要用那些醫藥的用品 因為很多時候呢 這個都會有些 那個肝炎的那些病毒的感染的 其實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祖父呢 在日本做生意的 那他呢 年輕的時候呢 有一次不小心 在醫院裡輸血呢 就感染了肝炎 肝炎的病毒的 那結果呢 就他都 都後來呢 那個日本醫院都承認了這個 這個的那個錯失 那都有些賠償給他們的 也都幫他們呢 就每年呢 就看著肝炎的 那肝炎的指數 那他最後來 他都好像都是 都不是很大年紀 我想七十多歲 那幾十多歲都過世的 那都跟他那個肝炎的問題有關的 那當然呢 很可惜啦 如果真的有肝炎呢 在西醫方面呢 其實呢 沒有什麼真的很有效的 小副作用的工具 他現在還有一些干擾素 有些特別的 所謂特效藥 很多的實現性的藥呢 現在都開始研發的 那但是始終這個效果 都是一般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都會用 和他療法用其他這些 這些工具 比較會比較穩陣一點 那除了 就是不要 就是盡量不要去 納尿去做 輸血那些的程序 那也都不要吃那些 就是發毛的那些穀物 那堅果啊 或者水果 尤其是花生 那就是黃穀梅素 大家都聽過了 那這個呢 對過肝呢 是很毒的 那海鮮飲食的方法呢 水質呢 那就是割除煙和酒的習慣 那還有呢 平時多吃一些 含蜆的 含蜆的食物 那譬如海鮮啊 大蒜啊 蘑菇等等呢 都有利於呢 是肝細胞的修復 和再生的 也都會減低肝癌的風險 那最多有病時呢 就是有疾病的時候 都不要亂用藥 因為很多藥都很相干 那這方面呢 就是更加呢 治療療在這方面呢 是更加能夠扮演一個很好的角色的 嗯 我們都知道了 肝臟是我們的身體化工廠 那無論我們的 自己的新陳代謝 或者外來的食物 任何的東西呢 都會經過肝臟那裏去過濾 所以呢 其實他那個工作量呢 功能性上面呢 都非常繁重 那所以剛才 文章開始的時候 袁醫生提到 就是說 一般如果我們已經喪失了 我70%的肝功癌的時候呢 其實呢 本身看下去呢 或者本身病人的感覺上呢 都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那可能就是 有時候 最多人認為 那可能他就累一點 或者他的臉 或者一些 可以出現一些 眼睛紅筋 或者黃一點 那些人才會開始留意 但是很多時候 也都會忽略了這件事的了 就是已經覺得 那他因為真的太忙了 所以就會累一點 那原來呢 在一些很經常見到的 病徵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先兆來的 讓我們要早點去留意的 比如剛才說過了 撇除了那些天氣 皮膚乾燥的 但是不斷這樣痕癢 有特別的部位啊 頸啊 前後啊 眼睛啊 這些痕癢的時候呢 大家都要去注意一下 但是很多時候呢 都會有 就是 不同類型的皮膚痕癢 那 除了剛才說的 這些時候 袁醫生有沒有一些 可以 都 都 給我們的聽眾 可以分析一下 其實我們過去呢 都 有機會處理很多種 很多種的 不同的 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是那個 皮膚痕癢 我都遇過 皮膚痕癢 有些像濕疹 那 我們在我們的 同學療法裏面呢 我們有很多 很好的療劑 就是內側 那些 有些 天氣潮濕之下呢 我們會有些 有些療劑 那當然呢 譬如香港腳 是不是 那些腳趾 我們都是有很好的療劑 還有那個DMSO 那個 那個 就是幫助是 除毛菌那些 這樣的工具 那 也都有一些 的情況呢 就是那個 頭皮 有些人呢 是頭皮痕得很厲害很厲害的 那 就是用不同的洗頭緒 搞來搞來搞不好的 那 我們過去呢 都是用一個 好療劑 去處理 我最近有個病人呢 不但整個頭皮痕得很厲害 整個臉都 就是很多爆疹的 那 那我都有一些 有些是很好的 同學療法的療劑 那 還有一個 腫癌呢 就很多時候在年紀大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通常呢 我試過有些 有些 你看到他底衣是 全部是血跡的 那 那很明顯呢 他就不斷地 那 有時候 你知道血跡呢 是洗不掉的 就是洗的 那所以你全件底衣 都是血跡來的 那 但是這些 那些老人家的 那種痕呢 是無疹的 嗯 不是說有些 爆了疹 那你就痕出來 它是無疹的 那 那我們通常呢 用一個很好的療劑呢 叫做Dolatio's Purineans 一個很有效的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遇過好幾宗 這個呢 是沒有失敗的例子 那種的 老人的 這種這樣的 無疹性的皮膚痕呢 那個療劑呢 那療劑很快就搞定了 那當然呢 那有些是因為 被昆蟲咬了 這些 那我都是用 用適當的療劑的 那我剛才所 為什麼要講一講呢 因為呢 皮膚痕是很普遍的 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不以為然的 那也很多人呢 就搞很久都搞不定的 那原來呢 在這種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的治療那個方位呢 其實呢 是要對付肝的 要排肝毒啊 清肝膽啊 那樣的 就不只是呢 是用這一般的 對皮膚的那些工具 嗯 那就是 如果我們本身的肝功能都是 就是下降了的時候呢 剛才也提過了 就引起了很多那個 譬如膽膨素啊 或者其他的肺物 累積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皮膚也是 我們最大的 身體一個最大的器官 幫忙做排毒的 那試圖都是想去推它出來的 所以就引起了這些 這樣的皮膚痕癢啊 那些事情 那樣的情況出現的 那所以呢 各位的聽眾 今天聽了這一集的時候呢 都要不要忽略了 如果呢 有時身體給我們一些的警示 一些的訊號的時候呢 可能很微細都好 但是我們都要呢 去小心去對待 去處理 去找出究竟那個原因 是些什麼呢 來真正的對症下藥呢 來做到一個 及早的醫治的情況 不要搞到去 遲曬的時候呢 就更難去逆轉的方向了 那你要看回很多些 就是我們過去 對皮膚很有效的療劑 那包括沙擊油 是 沙擊油在歷史上 我們在網台都跟大家介紹過 對詳細講過 歷史背景之處 那原來沙擊油呢 是對肝好有用的 嗯 那你看到呢 就是對皮膚有效的那些療劑 或者那些食療啊 食法用品 都是對肝有效的 那所以呢 肝和皮膚的關係呢 是蠻密切的 是是是 所以呢 我們都是要 就是處理到外面 想處理到外面靚靚呢 其實呢 最重要是要處理 裡面那些的狀腑啊 尤其是肝狀呢 要它靚靚的時候呢 我們外面呢 都可以是很靚靚的了 OK 好 那今天多謝了 袁醫生再跟我們 分享了這麼好的資訊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 25773798 如果想查詢 我們剛才提及的產品呢 可以打電話 去我們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或是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 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了 好 今天麻煩你了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